到了福顺除了打卡生命之环 就那个大铁环 还必须打卡一下福顺的麻辣拌和麻辣盆 我们去尝尝 走走 你好 麻辣呢 我吃麻辣拌和麻辣盆 这辣椒油好香啊 辣椒不辣吧 行 好好看 看着就想吃 香香香 这可以 我再要一个麻辣盆 好香啊 这辣椒油 盆里就是粉丝多 然后汤多 哇 这是麻辣盆 麻辣盆 好香啊它这个辣椒油 我在这我隔着一米我都能闻着这个辣椒油味 我们的午饭给你铲蒙圈 这是麻辣盆 你看看人家这油辣子 先吃这个吧 那个口水都已经留在这儿了 来 像我都想翻一个筋斗云 而且它是甜的 酸甜的 蒜甜加辣子 这东西就是你看起来你能显示出它的味道 但实际上你要尝一口的话 根本就不是那个味 你想不出来这个味 看挺吓人的 实际上这个辣椒一点也不给力 好吃 好酸好甜 看看看看这个土豆片 除了给你炸的辣椒油剧情 我觉得里边得放这一斤糖 那人家自己家做的那个小丸子 丸子 丸子吃的就是感觉就是粉皮丸子豆泡海淡 还有这个土豆 那把我们榴莲也吃了吧 现在正是吃榴莲的季节 拼多多雷和果农 准备了1万斤榴莲 给粉丝做福利 1块钱秒杀5斤重的整颗大榴莲 果肉还很多 哇 又香又甜 直接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 链接再就说明还有库存 啥饼 大米饼 大米饼 哇 筋不筋道 这就叫筋道 八米做的 这就是筋道 这主次绝了 好香 蘸点汤 我感觉我一闭眼睛好像炸了个糖醋汁 它一丁点发酵的酸味 煎的还有那种嘎巴 还有一股油香味 原来我妈经常买这个 我觉得还是这种硬拌的好吃 这个辣椒油就是这个碗里边的英雄 就看起来我天啊 这肯定是重口 又麻又辣的 甜也得多 酸也得多 因为叫酸甜拌 越吃舌头有点越麻 来东北反正就是 只要你吃那次的什么烫了 拌啊啥的 你肯定离不开这个炸串 纯纯的淀粉汤 别说比那个生命之环好看 我觉得那个之环挺好看的 我就觉得它很未来很孤独 就像生命一样昼而复始 那我不像我这个大肠 从头走到尾 你这个大肠 大肠 你这个大肠不在那里吗 哈哈哈哈 你来一口吧 这我们点的麻辣盆 盆里边的粉丝会多一点 嗯 吃不动 麻辣盆会更香一点 更油一点 没有那么酸没有那么甜 所以我喜欢吃那个麻辣 主要是那个酸甜太特别了 这个麻辣的味性 是我之前没有吃到过的 这还是还有一个香 一会我们去看那个露天 露天吗 我查一下 说读音我被读错了 一会我们吃完饭 去看那个露天矿坑 也是在腐顺 今天就这样吧 勾点赞接收的发展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我们开车路过腐顺 去吃一个传说中的烤鸡架 据说这个腐顺的鸡架很特别 我们去看看 走着 还得经过一个独木桥 雨多天热休息几天 哎 吃个鸡架真费劲 还是一家好吃啊 西风那样有烤鸡架 西风 咱过去看看呗 走 有烤鸡架吗 有烤鸡架 这盘轻易不凉 吃鸡架是主要塑了味 对 满满颜色上来勒一下 就得这样烟熏糊了的才好吃 一番个我喊辣子一流 一番个我喊辣子一流 都在这等鸡架 收尾工作了们 在这个地儿干了三十多年了 小味嘴架就来了 这酸 没剩的 野味 必须得要醋 还不能不要醋 全吃醋 一遍一遍的辣椒 一遍一遍的喷醋 嘴架我 把袋子自己都准备好 来来点味的来 吃一个 哇 这样好吃 好 谢谢 走了 走了拜拜 正好马路里面 来两个大棒子是吧 来吧 看看我这个大绿 我看 看看我这个鸡架 它老酸了 就你闻一下都呛鼻子 尝尝 酸甜的 鸡架上还是骨头多 你要找肉 你闻一下它那个醋味贼大 都呛鼻子 烤的都一股焦香味了 这东西不是为了让你吃的 不是让你吃骨汤 是让你瘦了味 味是贼好 醋是贼酸 就现在熏了一身的鸡架味 它没有说烤的特别干 里边还是有脂水的 没有说烤的特别干 虽然叫烤鸡架 但是它就是硬熏出来的 闻的是冤熏火鸟的 吃的也是冤熏火鸟的 这个鸡架也是贼重口 南方的饭友不一定能吃习惯 我说鸡架是我吃过最坏的鸡架 你吃鸡架就跟吃那个小龙虾似的 就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 然后还能越吃越累 我看这边还有那个什么 拌鸡架 熏鸡架 还有炸鸡架 酸是很酸 然后甜是一点点 就是酸甜了 泪腥又泪嘴 泪嘴 谢谢 这个也好吃 不行 我先吃这个 我要把我这个劲过去以后才吃别的 粉淀粉肠 好吃吗 绝了 纯纯的淀粉肠 好好吃 具好吃的 它为啥烤完了之后都烂乎乎的 炸的 它炸完之后是炸的酱 因为你调成酱巨香 好好吃这个 好吃 再喝 再打两个 他妈这料我就刷啥都好吃了 这个绝对是今天晚上的意外惊喜 太是那个了 你尝一尝 我用我不健全的人格保证 这个真的好吃 没吃过比他们家刷这个酱还好吃的 他妈这个酱就是甜咸香辣 还是食料 嗯 烤完之后也不干 但是给你烤的是烂乎乎的 你说这个鸡大肉啥这个酱也能好吃 都是酸甜的 这个鸡下和我刚刚吃那些炸串都是酸甜的 但是这个炸串无敌的好吃 也是那个湿达达的感觉 都是炸完之后刷的那个湿达达的酱 炸到里边都空心了 好好吃 湿达达的脆就是 就是刷鞋底子都好吃的酱我们找到了 好好吃 这肠好吃 我们又要两个 你看看 这个真的巨好吃 这个就是一口惊艳 原来我们这次浮顺之行是来吃特别的烤鸡架了 结果今天晚上吃烤鸡架还有个意外收获特别爽 今天就这样吧 狗敬在你说的 太友我们明天见 拜拜 哪个盒饭冲你笑 别忘了自己吃多少快多少 我跟你说半夜能把我拽起来的 除了吃没有别的 现在都已经1点多了 1点半了 吃盒饭 我们要个22了吗 吃可以续的是吧 三荤两素呗 樱桃肉吧 甜的樱桃肉 丸子 要个这个吧 素菜素菜 这个是素菜不 肉 老鸡 嗯 铺鸡 顶配的 这都1点半了还这么全呢 三荤两素 22 这头鸡特别神洁 每家每户的牌扁上都有这俩字 喝饭 我都不知道啥是啥了 贼多 拿着这个当夜宵太无敌了 牛逼 大家小哥外卖小哥 还有司机 你看这个牛肉 吃完之后人家给你蓄 牛肉都给你蓄 真像样 仿佛是一个吃不完的山 菜山肉山 大半夜你拿啥跟我换 我也不跟你换 我最喜欢吃这个银河肉 好爽 我还有人家 牌匾上写着10块钱随便吃 反正这些菜都会一块了 你就直接扒拉饭吃就行了 突然有点羡慕哈尔滨人 辣鸡腿 晚上吃这个可好 二两个鸡腿 打结了 我跟你说 晚上千万别刷吃播的视频 我也都受不了 要不要这么雷我 这么大的碗子 这也太大了吧 这碗子 哦 我的妈呀 二十二三魂两素 跟我们四魂两素 最主要你要是能吃的话 它给你无限的蓄 我觉得我要接着吃一会儿 总是把明天早上早饭带出来 但千万不要浪费啊 一定要吃完 好久没有吃一种盒饭了好爽 我每天一天都不用吃饭了 比我在东北吃大西都好吃 做些嘴油 去不动了 大半夜的我觉得二十二块钱 就直接到到顶了 泰尔滨盒饭真的是太好吃了 今天夜宵就这样嘛 我年载就说的饭友们 明天见 拜拜